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要给他们拼了 不行 要毒 出来 毒种就出来 死劲都可让你太狠了 我们不会这样当的了 好 不让你们重重饿死的嘶味 他们好像在这玩真的 真的想把我们饿死 他们到底是真的 不如我们求求他 叫他们给我们点饭吃 没菜也不要紧 总比饿得好 我儿在这儿就好了 有我老顽童在这儿不好吗 我哪一点比不上杨过 他武功比我好啊 我陪你难道不好 画家你不会用全真剑法 而他会啊 谁说我不会全真剑法 难道他的武功会比我好啊 我们的武功就叫做玉女心经 一定要他爱我 我爱他 大家心意相通才能 不要再说下去了 要说别的都可以 千万别说爱我 我可不爱你 我只喜欢杨过一个人 我才不会喜欢你 那我就放心了 其实啊 住在这个洞里有什么不好的呢 像当年我在桃花岛的山洞里住了十多年了 你这么不愿意 你 pul 会跑你好 我 Must不愿意 那就简单啊 那就是 你认识郭靖跟黄蓉吧 你说他们两个谁比较聪明呢 黄蓉的聪明伶俐 过而说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这郭伯伯呢 天赋就比较普通了 不但普通 他简直是个笨蛋 你说啊 我是聪明还是笨 你啊既不聪明也不笨 只是有点疯疯癫癫的 你说对了 左右护党之术啊是我发明的 再由我传授给郭靖 郭靖回去后啊就传授给他的老婆黄蓉 你别跟他黄蓉好像很聪明的样子 他学了半天就是学不会 我还以为郭靖那小子教授的不得法 我就自己亲自出马教他 想不到啊 第一个左手换圆右手画方他就搞不好 我的功夫不知道是专门克制聪明人呢 还是越聪明越学不好的呢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聪明人学不会 而笨人却能够学会的了 我看你的才智方面 跟虎王总是不像上下 我看别你学不会 你来 你学会 你学会 你在画什么 你怎么画得到的 这什么困难的 你怎么会画的 不知道 只是心里面什么都不想 手一下去就可以画出来了 原来我跟你以及郭剑都是笨得可以的人 那就不吃菜还简单了 左右互挡就是左来左挡 右来右挡 左右都不来就全都不挡 大师 这里面怎么没有声音啊 心即是剑 剑即是心 却切由心声 既能经见易能用心 这东西 ビ Joshua 你已经学会我的一半了 我们马上出去打那个剑头盒子 是 那个蜘蛛网 蜜蜂都能飞得过去 我的小蜂可能也飞得过呀 你在干嘛 这种把戏很好玩 你要不要看 什么把戏 干嘛 不这el 好 好 破了 剑头和尚 已经跑了 我们追 我要去钟南山 你要快去 我有要事要办的 你一个人去好了 你要去帮郭大姓 你见到我 千万别说见到我 我走了 待会 我教你 你上哪去 我去找我徒弟 小伯伯 我没有徒弟 我只有一个人而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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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 你还给我吗 你来啊 你来追我啊 你来追啊 你还给我嘛 还你 还给我嘛 还给我啦 怕了你 好漂亮哦 那给你买吃 很好吃 蛮好吃的 我们到那边去玩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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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那妖女又给跑了 师叔祖又死了 万一那件事情传到群座 师叔祖 好臭好臭 你的嘴好臭 不要叫我的名字 师叔祖 不要把我的名字叫臭了 师叔祖 弟子知道 不知道会害到你 他敢骗我 应该要不 没 难道我还要你 弟子不敢 你不敢 其实灭族你都敢有什么不敢的 你要我死我就偏不死 我还要你死 给我看 师叔祖 你要不是比我顽体被免得被人说过欺负晚辈 我老子就把你送上西天了 好 等我收拾那个尖头和尚以后 再抓你到中南山去 让小邱来处置你 好大的口气 你说谁 口出狂言 无耻之痛 你说我无耻 是 黄奇呢 跟我打赌 输了不认账 不是无耻是什么 太可恶了 你怎么不还手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不跟无耻之徒交手的 好 我就去把黄奇偷了来 你就死而无怨 你拦着我干嘛 我们约好黄奇要在天亮之前偷到 就算黄奇现在在你手上 你也输了 我没输 我没有输 要我认输自日是无耻之徒 没有那么简单 你想一件办不到的事情让我办 好给你看看 让你输得口服心服 是什么东西 在天山有一棵九龙土株 算了吧 我禁闻法王都拿不到 说 说出来 那棵株是由天山四老看守的 从没有人能走进他们十五之内 我老顽图还没出马 说 我拿到怎么样 细听尊便 给你痛痛快快的打一场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 你回去好好准备等我老顽图回来 大师 他 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九龙土株啊 你的意思是调虎离山 不过 这件事他迟早会知道的 等他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当了全真教长教 希望大师成全 好 好 只要你肯合作 将来多的是荣华富贵 糟了 阿提跑到襄阳去了 襄阳没有我一样可以打仗 但是如果拿不到九龙土株 我就会英明扫地了 我还是去到天山去吧 阿提 你好自为之了 过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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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喂 你过来 穿男衣服那个 鬼鬼在干什么 走走走 过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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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叫我是吧 那坐吧 走 走 危急 都 condens 不好 走 走 走 快小老板 走 你怎么办 请问一下 郭京郭大侠住在哪儿 你找郭大侠 从这儿往走到走到镜头左转 最后那一家就是 谢谢了 客气了 耶律起要报仇 老板 刚才那个人跟你说什么 他要找郭大侠 多谢了 这位大叔 追 你的功夫果然不错 这位大叔 不知道有什么能够得罪你的 你叫耶律起 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到襄阳城是来报仇 可以这么说 能不能报仇 我也不能肯定 我到这儿来 是要找郭大侠的 就是为了报仇 只是希望他能帮我忙 哼 那就没有冤枉你的 打狗阵 要是 要是 看 我到这儿来 要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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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搜看 是 什么人 我 他就是我们以前见过的蒙古人 蒙古人 两位请听我说 跟你这蒙古人有什么好说的 到我们乡乡城来还会有好事吗 两位请不要不讲理 还说我们不讲理 爷律求要报仇 是的 我来是要找郭敬郭大侠的 你来找我师父 我想一定是误会了 我师父是你师父的结拜兄弟 我怎么会找他报仇呢 那你师父是 老顽童周百通 师父本来叫我不要说的 但是我说出来了 现在任凭你们处置 那你干嘛背后要写着 爷律求要报仇几个字呢 一定是他老人家跟在下开了玩笑 难怪刚才那批乞丐对我那么凶了 爷律大哥请坐 请 胡必烈杀了你爹跟你哥哥 你想找我师父替你报仇 这个仇我一定要亲自报 是师父叫我在这儿等他的 那么你师父人呢 他老人家行踪不定 他老人家行踪不定 这样好吧 你先带我去见郭大侠 嗯 不瞒您说 我们曾经发过誓 不再进郭家半步 爷律大哥 或者 你可先住在我们这儿 对啊 这儿只有我们兄弟俩 不用客气 请 请 师培了 哥 他是周师伯的徒弟 我们一定要招待他 这可惜 你有点想师妹了 谁说的 我们曾经发过誓 不再提起他的 哥 哥 哥 大五 小五 有人在吗 对不起 原来是你 什么事啊 原来是你 当然是我了 你们好啊 表来这里不告诉我 你们不理我了是吗 你说得不错 以后你是你 我们是我们 各不相干 什么 我哥哥说得对 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我们不希望别人骚扰 你还是走吧 你们神气 郭姑娘 你们两个怎么可以这样对待郭姑娘呢 她 你不懂了 你们用这种态度对待郭姑娘 我当然不懂了 你们宋人 你们还说自己是礼仪之邦呢 谢谢 你们蛇 不告诉我 我爹跟我娘啊 什么事啊 姑姑娘 杨大哥醒了 娘 娘 杨兄弟 杨兄弟 你真的醒来了 太好了 谢天谢地 我怎么了 杨兄弟 你舍命救了我两个儿子 如果你有什么不测 我五三通 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的大案大得 不要这样 先起来 过儿 过伯婆 过伯母 过儿 老师 不过伯母 你 过伯母 不过伯母 到老师 就想在你 要去绝勤骨一趟 师叔 既然杨兄弟已经醒了 我们就可以马上启程 郭伯母 香儿怎么样了 你师父已经告诉我了 现在丐帮弟子 正在到处找李莫丑的下落 你放心 郭伯母 我姑姑呢 有事出城去了 她叫你不用担心 她怎么不通知我的 你安心养伤好了 事情办好了她就会回来的 我还要多观察两天 她的病情才能到决心谷去 郭大侠 帮主 有好消息 是不是忽必烈退军了 这是七一 有弟子回报 找到李莫丑的行踪了 香儿 除了李家村 那个女的跟那个婴儿惨死外 十里铺又有一个乳娘失踪了 有人看见她跟一个中年道姑在一块 这个大姑的手上是抱着一个婴儿 这一定是李莫丑 况且她曾经在方圆百里之外出现过 京哥 我们的香儿 是啊 郭兄弟 既然敌军发生了瘟疫 忽必烈又退了兵 相信她暂时不会攻打襄阳 为什么不先去救郭襄呢 对吗 郭兄弟 如果你把妖女救回来 杨兄弟也比较安心呢 盛儿一生下来 就没有见过她的爹跟娘 那襄阳城 就有劳帮主了 郭大侠 请放心 阿福 你干什么 没有啊 对了 妹妹怎么样了 我跟你爹打算出城去找她 我也要去 你留下来 为什么 孤儿才醒过来 天主大师明天要上绝情谷 你留下来照顾她吧 嗯 你不要嗯了 孤儿对我们恩重如山 你照顾她也是应该的 听话 你配 大姑他是应该的 佩 大姑小五 喂 你回来啦 看我带了什么来 我知道以前是我的不对 对你们凶巴巴的一点都不温柔 我以后再也不婚了 我已经决定了 以后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你说好不好 师妹 讨厌啊 怎么那么多人哪 我 我们 你们欺负我 师妹 其实我们是要你不要误会 你的好意 我们不想手足相残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 什么 杨大哥骂我们骂得对 兄弟已如手足 夫妻如 就算你对我们再好 到头来 都会让我们其中一个伤心而死的 方且 你现在对我们这么好 只会让我们更伤心的 好在 杨大哥提醒我们 你还是走 杨过 又是杨过 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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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对嘛 这样才对 这样刁蛮的女孩没有就算了 对了 爹 你来 我准备陪天竹大师上绝琴谷 你们兄弟俩的命是杨兄弟救回来的 你们也应该跟我们一道去 嗯 那也好 免得师妹她 再来缠着我们 郭姑娘 两位五兄身名大义而已 姑娘你何必耿耿于怀呢 正所谓 好女不能嫁二夫 为人为己 两位五兄这么做也没有错 本姑娘的事不要你拐 那你就说得不对了 两位五兄跟在下也算得上是朋友 在下跟姑娘你呢也有庶面之缘 姑娘跟两位五兄也是同门之矣 正所谓冤家以解不以解 何必为这种事而大伤和气呢 郭姑娘 再说姑娘你也有不适之处 一个好好的姑娘 怎么会同时爱上两个男子呢 我看以后大家兄妹相成比较好 好 大胆匡主 大叔来得正好 上次大家一场误会 误会 我这次来是要找郭建郭大侠的 他跟我师父周百通是结拜兄弟 好 原来周老前辈是你师父 你后面那六个字 是师父他老人家跟晚辈开的玩笑 周老前辈 我们正所谓不打不相试 你的武功果然是名师出高徒 你 是静了 有请前辈代为通报一声 你来的不是时候 郭大侠跟黄帮主有事出城去了 那么 你就留在这儿好了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那就打扰了 听说杨过杨兄弟在这儿疗伤是吗 好 你 嗯 哦 嗯 我 嗯 走 君子 屈哥 你到底是哪儿去 莫非你为了孤儿 一个人伤害绝情过 姑姑 姑姑娘 姑姑姑 你心里就只有你姑姑 她已经跟别的男人跑了 你去拿她当宝 你说什么 我言过哪儿得罪你了 你得罪我太多了 你跟大嫂我说了些什么 是他们两个不喜欢你 难道你就跑来打我当出气筒 什么 你敢说我不对 你实在够卑鄙了你 我怎么卑鄙了 你还不承认 好 我妹妹呢 你把我妹妹抱哪儿去了 我早就说过了 是李莫愁把她抢走的 你骗人 你把我妹妹拿去换解药对不对 如果我存了这种心 我早就可以这么做 你以为你不想吗 只是你中了毒跑不远 所以才叫你师伯李莫愁去对不对 你以为我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姑姑一定是你逼走的 对不对 你居然说我把她逼走 她跟了那两个 跟那两个臭道士 你说什么 什么臭道士 你个姓赢的 一个姓赵的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还谈什么冰清玉节呢 你不要再侮辱她 我才不管呢 啥自己在侮辱自己 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 竟然跟两个臭道士 有很多话 我女孩子家都说不出口呢 你偿走了我妹妹 你要打我 阳光 你 你记住 你记住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的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的 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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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我是齐大哥 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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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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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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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айте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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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en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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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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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奇怪 杨兄弟跑哪儿去了 莫非有天外高人救了他 找不到 谁要你多试的 是你把她的手砍下来的 对不对 是 是我砍的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要怎么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谁叫她得罪我 得罪你就要把人家手砍下来 她骂我 她把我妹妹抱走 还敢打我 砍了她的手 算是便宜了她 你把杨兄弟的手砍下来 虽然不会死掉 但是以她的个性 要她终身残废 彼此还更加残忍 那怎么办呢 我已经被你骂了 你害我怎么样呢 以命偿命 以手还手 你杀了我 你要我缺一只手 那么难看我才不干呢 你干脆一掌把我打死 你打死我好了 你们都趁我爹跟我娘不在的时候 就跑来欺负我 你要北雪把我给杀了 好 等你爹回来看你怎么说 好 好 我 复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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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